一首歌受欢迎 除了作曲作词人背后 投资无数时间和心思 还要多番计算才推出市场 而地产投资也是一样 买一买之前 最好就是从不同投资角度研究分析 请来众多的专业人士 和我们多番计算减低风险 甚至出益都未迟 要这么上一层楼 就要从头讲起 好 来到更上一层楼的这个环节 继续是Christopher 高智威恩直播室的里面 讲到我们的多伦多 也有很多不同的楼房项目给大家选择 无论你选择在哪个位置买楼或者投资都好 你最终都是告诉别人 你是选择了多伦多 到底我们多伦多是一个什么城市 这么值得你去选择呢 再加上我们的楼房资象 过往如果看不起价钱里面 已经升了十年了 就算未来我们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positiv有negative up and down也好 始终投资者有兴趣的 不只是一两个project 什么location 反而是整个Toronto 从一个发展商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怎样看我们多人多的 未来的发展空间呢 是不是还有得发展呢 我们的楼价是不是一直不斷跪 只有一些比得起的人 才能够住在Toronto呢 这个big picture到底是怎样的呢 不如我们就请今天的嘉宾 和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他见闻很多的 所以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比较一下 很开心今天请到来自 CoinCoinadex 他们的Vice President of Sales 是有Isaac的 Isaac你好 你好你好 可能你问了一个去买楼的朋友 他答不了你 他只会告诉你 我就是这栋楼適合我 我住开这头就住在这里 但如果你说我们要关心楼房市场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个macro 即是大图画的 现在有什么新发展呢 从这个发展商的角度 看到什么呢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CoinCoinadex也都在不同的地方 包括温哥华 多伦多 Calgary 直到近年来 英国 倫敦 甚至乎上年来说 还开始进入美国 Ciatto这个市场 一直都是在多伦多 和温哥华 都有很大的发展 那我们为什么那么持续 那么喜欢 那么喜欢这两个城市的发展呢 其实看回不同的报告 这两个也不是新的新闻 过去这十年里面 温哥华也好 多伦多也好 都持续不同的index 不同的报告 都被挑选为最宜居的城市 政治 经济气候各方面 最自由的城市 对 没错 所以你都说 很多人都挑选来这里居住 刚刚在圣诞节之前 自己去了日本 日本其实旅游来说 很多香港人 中国人 很多时候经常都去日本玩 对吧 都一个挺大的人口 在这个较为小的国家里面 但是在日本都说 他将会进入一个人口退缩的阶段 现在1.27亿人口 2050年之前 将会预料他去到1亿的人口 这是一个挺大25%人口退缩的情况 相比我们加拿大 几个星期前 联邦政府也有宣布 将会增加移民的人口 有超过100万的人口 将会可以批准进来加拿大 这些移民来说 他们都会挑选哪里呢 大城市 大城市 多伦多 温哥华等等 意思不是说 只是移民助长到我们的经济 但是有一定的帮助 你迫着城市是要发展 没错 不止人口 过去这段时间 很多企业都挑选了多伦多 设计他们的总部也好 公厂也好 工厂也好 知道你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也都去到不同的大公司里面 你参观过 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未有机会参观的地方 你都有机会进去 因为很多公司 我们经常都听到 HIGH TECH公司 或者不同的企业 进到来多伦多 听就听得多了 但是到底有什么公司 来到我们多伦多 或者将会进来 可不可以和你分享 其中我最喜欢多伦多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 由生产业至财经业 就算平时我是招呼 不同朋友的时候 很多来到多伦多的朋友 都会坐车在公路上面 你们有这个公司在那里 有这个公司在那里 虽然Amazon最后宣布 第二个总部不是在多伦多 但其实Amazon 根本已经有很多的办公司 已经设立了在多伦多里面 厂房啊 基本上很多的 我圣诞节之前 刚刚都被邀请去了 刚新在Downtown Toronto 其中一个办公司里面 刚刚在Scotiabank Tower 新开了六层的办公司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主题 很有趣的 他除了那里之外 他在Bremner街 刚刚在Iconco City Place CN Tower旁边 也都去到另外一个办公司 这个只是Amazon 另外Microsoft Microsoft也说 刚刚也都去年宣布 他们会设置他们的加拿大总部 在多伦多市中心 在那个CIBC Square那里 也都commit了 将会有超过五亿的投资 也都请了很多 不知多少千个员工 在他们这个办公司 另外除了这些大名 比如Shopify 将会在Dowell Spadina 和Front Guy 设置他们的总部 超过五亿的投资 在不同的传媒上 Front Guy 是在进行中 坐Uber 大家多了 但他们也有其中一个办公司 现在他们在測試 他们无人驾驶的程序 都是在多伦多 在Google也有办公司 Google 他们应该会选择多伦多做这样的研究 也是因为多伦多有一个好的架构 是一个很成熟的城市 跟其他的科技公司都一样 所以才会挑选多伦多做他们的基地 设立办公司的地方 刚才你说的很多不同的发展 都是确实的 不是计划当中的 我们在想 当然你们是第一手资料 一定会知道这些消息 原因就是 你们是加拿大里面 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发展商 但刚才你说的 大部分似乎都是在Downtown 似乎集中在Downtown 那是不是其实 你告诉我 未来的发展 周边的地方 其实那些发展商 都是second market 不是main market 不是focus的market 虽然有些地方 都是有这些high tech公司发展的项目 但多数都是集中于Downtown 那我就在想 会不会真的告诉我 未来的日子 我们的流氓市场 只有上升 就没有下降 租金差不多是肯定 好像租金掉头走 除非没有人工作 如果不是 有人上班的地方 bacancy rate那么低 租金一直向上升 也不奇怪 但如果你说楼价 是不是只有上 就没有下降 作为一个发展商 当然是想 我刚才说的 都说多伦多 不停被挑选 成为最容易居住的地方 你不可以说 这里是这么受欢迎的地方 每个人想来多伦多居住 但是楼价来说 又压着不会升高 这是不可能的事 当你越来越多人 自然需求也会大了 楼价有上升的压力是必然的 身为我们发展商 我们怎么样去设计将来的家居 我刚刚在另一个 新的科技公司做借镜 这个公司叫做WeWork 共同工作概念做他的 business model 在去年推出了一个新的楼盘 叫做Central 市中心里面 我也借用了一个这样的模式 在大厦的会所做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家用了不同的科技的设计 就是装置 首先我们在会所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地方 工作地方都容许到大厦的住户 一个Open Lounge 自己做事就可以 或者见到另外不同的住户 都可以互相交流不同的ideas 自己做的东西 现在说很多人 是不仅在大科技公司里面做事的 有时候是自己freelance 自己是web programmer 自己是设计师也好 什么也好 他们这些地方都说 可以共同的认识 我写网协的 你是会做会计的 大家可以互相合作去做一样东西 当然那个Lounge有什么装置 才令到它特别呢 回所里面每个桌 都会有这个无线充电功能 等到你的电话 你的电脑 在做事的时候 都自动可以充电 另外我们有些会议室 全部都用Sound Proof 做视像会议各方面 再也有的 我们现在讲将来的智能家居是怎样 很多时候我们开车的人都说 要进停车场 哎呀 等等 我要到停车场之后 离开停车场之后 我刚才有一份讯号 才可以继续谈谈 现在我们这个大厦里面 不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我整幢大厦里面 都已经有了 停车场也好 电梯也好 有了这个 有了Wire signal 所以都说可以给你们延续做事 所以现在的家居是怎样的设计呢 我们身为发展商都说 我们尽量能力 去迎合将来的需要 Isa给我们看到的picture 就是说 不只是focus 是楼房价钱的 因为看发展商给到我们的什么呢 所以现在给我们买间 这些features 是以前没有的 是不同的 可以说是一个生活的转变 你的家居 现在来说 不单止是你的居住环境 还可以是你的工作环境 它不再需要开车上班 自己的家就是自己的工作住址 购物各方面 在市中心一样东西都是离开一两个街口 都可以接触的地方 在这方面 你折省到的时间 交通支出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容许到你 就算你住在市中心 比以前贵了的 起码来说很多其他方面 也都折省到 也是不一样 以前我们经常都想 买楼就是买楼 就买到一个单位 住在那里 但现在我们付出的金钱 投资的金額 换回来的 就不只是住 那么简单 加上生活的lifestyle 再加上方便 不用开车 他都预计了你不用开车 当然我们over night 不会突然之间 将我们的生活习惯180度转变 这个是随着时代 年轻人在推动市场 是这样的转变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作为你和我的 就算是年纪比较大 雖然也不算叫老 都要慢慢接受这种 在多伦多的节奏慢慢转变 很高兴见到多伦多 在这方面 越来越先锋 带领一些新的概念 配套 很多时候在多伦多走先 反而之后 你见到其他地方 多伦多有这样的发展项目 有这样的 features 我见到之后 有时候其他不同地方 都慢慢借镜 跟着它 多伦多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 继续路路续去Toronto 就是这样的原因 很感谢阿石和我们分享了 为什么Toronto 不单止是投资者喜欢 也继续吸引了很多不同 大大小小的发展商 希望来到这里分一杯羹 身为我们多伦多 这个居民的好事 在这里 谢谢阿石 麻烦了 多谢你 可能不是下个星期 可能再加一个星期 農曆新年期间 再请阿石上来 OK 稍后回来 继续有心满意屋 不要走开